富邦金犯法说公开财报 今年前三季税后净利837亿元 较去年同期下滑36% 明年股利是否发得出来 投资人最关心 实际帮股民算一算 截至9月底富邦金未分配盈余 有3900亿元 就算扣掉特别盈余攻击 2740亿元 至少还有超过1100亿的盈余 能发鼓励 至于防疫险富邦产 光是10月累计损失达570亿元 就算扣除再保险 自己也得赔374亿元 但富邦金预估未来赔付有转机 11月7号开始 已经宣布了整个居家隔离的规范 开始取消 未来的赔付状况应该是有机会减降 以及整个疫情的高峰已经过了 目前来说我们是没有增资的需求 我们在8月底已经完成了150亿的增资 虽然疫情降温 防疫政策逐渐松绑 防疫险收尾 保险公司可望明年能止血 惊喜万物亚亭黄冠伟采访报道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